在这个国际海洋领域之内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但是海盗这个词 那可不是这两年才出现 咱们有不少朋友对海盗不陌生 有的我看过加勒比海盗123这些电影 那是传奇色彩很浓的海盗 但是历史上海盗确实达到过这个辉煌 可以说自打有海洋运输业 有商船开始就有海盗 因为这个商船在海上运输 你想想他出去干嘛 要么带着钱 要么就带着大宗值钱的货物 这就使一些不法分子 开始觊觎这方面的财产 在海上打劫 往我在海上打劫比陆地上还容易 我把你的船弄住就行 四外边汪洋大海 你是什么警察 军队也管不着这 所以有明确记载的 公元前1350年 在地中海那儿就有横行的海盗 主要是当时是斐尼基人和加泰基人 这两个部落的人都是航海的能手 那么到后来一点一点的 海盗被古罗马帝国军队就彻底镇压了 在古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的一段时间 海盗没有做得起来太大的事 但是海盗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是由北欧人抛造 在这个公元后期 就是距今大约是一千多年前 以前 北欧这边人呢 欧洲南边的人管他们叫Northman 就是北方来说 他们自己有个称呼 挪威瑞典丹麦 合成叫维京人 维护的维 北京的京 为什么叫维京人呢 维京人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旅行的意思 一个就是掠夺的意思 我们肯定有朋友还记得 瑞典的平凡球名叫 王尔德内尔 在北京三里头 曾经开过一个酒吧 名字叫维京瑞典 尖锐的瑞 那个那个点击的点 瑞典这个谐音 它的祖国瑞典 维京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 北欧的传统 这些人维京人干嘛呢 当时主要对外干的就是当海盗 而且南道 红海 东道巴格达 当时西道北美 这么大面积海域 当时北欧人都到过 这些海盗是非常凶悍 后来有说 维京武士 维京海盗 当时使整个欧洲 在他们的这个铁地之下 感到战力不已 就这些人打仗 不要命 狠 他们数量并不多 但是抢劫起来 组织非常严密 下手特别狠 有长枪 有那个射出来的火箭脚炮 然后还带着短斧子呀 一些匕首啊 反正只要是抢劫过程当中 手黑的很 一点不讲情面 而且他们这个海盗之间 黑是黑 更狠 两个海盗船又碰上来 怎么办呢 啪 甲板一打 不是说 群欧上去大帮轰打仗 你出一个人 我出一个人 俩人通过这跳板 走到对方甲板上 对着打 要么我把你杀死 要么我死了 把后面再上了一个 绝对的一对一单挑 那个场面是非常凶残的 你如果不敢了 跳到海里 也没人理你 没人追逃兵 可是你当了逃兵了 跟死人没区别 你家属都看不上了 所以维京人骨子里 那种血汗 那种凶猛 令人感到不航而立 所以当时维京海盗的名气 那大事不得了 所到之处望风披靡 当时英国 它那些北部的城邦 就饱受维京海盗的困扰 而当地好多人 特务无奈 选择什么 交书金 所以这个后来瑞典和丹麦 国内的税收 那个词 就等于输金这词 是一回事 可是感觉通过抢劫 等于交税 收税去了 所以维京海盗 经过了一段黄金时期 杀了欧洲人 文虎色变 那后来维京海盗 怎么没落了呢 你看他很凶悍 他一点点接受了 西欧南欧的文化 基督教文化 他们开始献上基督教了 这样就把海盗凶悍的这种东西 一点点没了 他等于被这种文化 等于给通化了 所以维京海盗 一天一天就没落了去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几乎再就没有维京人 横行欧洲了 那么可是来到新航海时代 海盗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上来了 当时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之后 我们知道殖民者大量的来到了美洲 你把到了加勒比海海域 到了巴拿马 来到北美洲 他们不仅从这 运输大量的香料 烟草 黄金 同时 还有不少西班牙人先到这 进行种植园 直接用黑奴 产生了大量的利润 所以这样一来 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嫉妒 有些国家的商人 算了 我也不搞航海了 我直接组织船队干啥 我干海盗 我直接抢你西班牙人 西班牙不有钱吗 所以当时有一大批人 主动的去当海盗 他们往往都是航海家呀 罪犯呢 社会各个阶层都有 主要打击目标是西班牙人 而那个时候 欧洲很有意思 国家甚至给你发一种叫撕裂许可证 就是准许你自个儿抢劫的许可证 你比方说荷兰 它有个商船 让德国呢给截了 这个荷兰商船呢 不能通过合法的外交手段 跟德国商量 把我的损失补偿了 而是荷兰国王呢 给你发一个撕裂许可证 你自个儿组织武力 你可以再抢一艘德国船 把你的损失弥补了 说这国家怎么这么干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 这些商人就用钱呢 自己组织海上武装力量 这其实等于政府 没有拿任何预算 就组建了一支海军 能够为政府所用的海军 从北京海盗到加勒比海盗 海盗横行大海 劫略为生 那么在同时期的中国沿海 又上演着怎样的浪潮汹涌 老梁官事件 正在为您播出 虎口余生 所以那个时期 是海盗的黄金时期 那后来呢 随着现代海军呢 兴旺发达 这个政府沿海巡逻 这块都加强了 海盗一点一点就没落 甚至销声匿界 但是在西方海盗兴盛的时候 在东方 在我们中国 海盗也盛极一时 这个中国这个海盗呢 和他们有点不同 咱们平常总听说 倭寇倭寇 总是日本人呢 那时候侵犯我东南沿海 其实倭寇是干嘛的 倭寇就是海盗 他在海上截掠 后来明清两朝呢 实行近海政策 天板不得下海 这一条这个翻板 都不能让下海 不下海 海上没有上船 沃寇接谁去 没办法 就在咱们福建的浙江 东南海一带 登陆进行骚扰 所以这才形成 我换 咱们知道中国有个 大民族英雄 叫郑成功吧 打走了荷兰鬼子 比利时鬼子 收服了这个台湾 郑成功他爸爸 郑之龙就是沃寇 这个郑之龙呢 在日本九州学的武功 学的一些剑术 后来娶了一个日本人为妻 就郑成功他母亲是日本人 郑成功是中日混血 这郑之龙一开始呢 在海边做点走私生意 到后来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投靠的当时倭寇一个头子 叫颜思奇 这个颜思奇也是中日混血 他爸爸是中国人 母亲是日本人 这是当时倭寇的大头子 郑之龙等颜思奇死了之后呢 把十八家海盗的首领 聚在一块 他成了老大 郑之龙成了东南沿海一带 最大的海盗 也就是说他是投靠了倭寇 后来成了海盗 但是他这海盗呢 对老百姓挺人意 在东南沿海一带 有时候比官府威望得高 一般不接贫苦百姓 而且郑之龙本身不姓郑 是因为他儿子 郑成功出了名了 后来他儿子的时候 这武装力量呢 等于跟明朝合作 对官府招安了 明朝的皇帝呢 赐给他姓郑 所以后来一提郑成功 咱们看过陆顶记的小说 一提郑成功 国姓爷 国姓 明朝皇帝赐给他姓郑 所以他叫郑成功 给他爹立个牌位 叫郑之龙 他爹其实就是海盗 就是倭寇出身 皇上赐国姓 当时一般赐姓郑的多 你看那个郑和下西洋 三宝太监 郑和原来叫马三宝 明成祖朱棣 赐他姓为郑 他改名叫郑和 后来才有七次下西洋的壮举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 郑之龙活跃的时期呢 应该是17世纪 大致跟加勒比海盗是同期的 所以那个时代呢 也被称为世界航海史 成一个黄金时代 那么到后来 经过这个各个国家的 他的海军力量无限的壮大 海盗呢 在海上捉不起来了 基本上被政府军队给压制了 所以在最近的这几个世纪以来呢 海盗基本上就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那么眼下索曼林海盗这种猖獗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任何一种犯罪现象 我们怎么去理解的 什么是犯罪的根源 很多人说那道德滑坡的 其实犯罪最大的根源是贫穷 由贫穷而带来的贫富差距 带来的掠夺 使一些穷困的人不甘心 自己是这样一种命运 这个是世界范围之内犯罪现象造成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你要说要想消灭 索曼林海盗这种犯罪现象 首先我们要琢磨根治索曼林这种贫穷 只有把贫穷根治了 可能海盗这种犯罪现象才会彻底的消失 否则的话 只要有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 有贫穷存在一天 那么在世界海域领域 恐怕海盗在相当长的时间 还会成为一种很小 这种贫穷的贫穷